这是一间普通病房 这是一间ICU重症监护室 你会发现ICU里遍布着各种各样的医疗设备 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异常精细复杂的生命维持系统 是阻挡在危重病人和死神间的最后一座堡垒 ICU里有哪些关键设备 它们如何挽救病人的生命 首先要知道哪些患者需要进ICU 以上海市最新修订的上海市急诊ICU制控手册为例 其中列明了包括心跳呼吸奏停 大出血 糖尿病同症的20项ICU收治标准 出现这类病情的危重症患者 多有心肺肝肾肾等器官的功能不全或衰竭 往往需要各种外部设备帮助监护和治疗 监护和治疗正是ICU中医疗设备的主要功能 其中最基础的就是心电监护仪 能显示人体核心的生命体征 心跳 通过连接在患者身体上的电极 血氧探头 体温探头等装置 心电监护仪不仅能显示心电心率 还能实施监测患者的呼吸 血压 脉率 脉搏 血氧饱和度 体温等基础的生理指标 配合脑电监护仪 纤维支气管径 重症超声 血气分析一等多项设备 可以随时监控患者的生命体征 除了严密的监控 ICU里更重要的是各种不同的治疗设备 要知道 ICU里的患者常常会面临体内脏气的功能不全或衰竭 这就需要靠外界的设备帮助 乃至替代脏气工作 比如这样一台血氯机 就相当于人工肝肾 肝衰竭患者 肝脏无法合成血液中重要的白蛋白 这就需要通过血氯机进行血液置换 血液通过血液泵 首先经过少量的抗凝剂 如矩原酸钠 再流入分离器 在滤过膜的血液一侧加正压 在透析液侧加负压 大孔径高分子的滤过膜就能清除血液中的水 小分子代谢毒素 以及蛋白免疫复合物等 接下来 加入了包含新的白蛋白 凝血因子等必需物质的置换液的血液 会被注回体内 保持水 电解质及酸碱平衡 稳定身体的内环境 在这样一台血氯机上还可以实现血液透析等多种功能 为器官衰竭患者增加生存能力 争取治疗时间 在新冠疫情当中 肺炎危重患者往往会遭遇肺部功能受损 需要呼吸机来提供呼吸功能的支持 轻度缺氧患者可以佩戴鼻导管 氧气面罩等器械 连上呼吸机后 通过施加气压将富含氧气的气体直接注入呼吸道 而严重呼吸衰竭患者则需要有创呼吸机 通过气管插管把氧气直接打进肺部 但肺部严重受损失 肺泡已经无法获取氧气 就需要终极方法 体外磨肺氧核ECMO 在体外实现肺的氧循环 ECMO的工作模式分为两种 静脉静脉转流和静脉动脉转流 静脉静脉转流会将血液从骨静脉引出 经过氧核器输入氧气排除氧化碳 再通过血液泵泵入颈部静脉 而对于心脏功能也面临衰竭的极微重患者 则需要使用静脉动脉转流 将氧核过的血液直接泵入动脉 代替心脏泵血功能 用上它爆发性心肌炎引起休克的病死率 能从80%降到20%到30% 可以说装配了以ECMO为代表的这些生命维持设备的ICU病房 在理想状态下可以长期为微重病人维持生命直到治疗成功 但现实是 并非所有病人都一定会在ICU中恢复健康 所以在收治时 医生需要评估病人是否适合进ICU 比如以这份第二代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评分系统为例 根据病人的各项生理指标评分 可用于预测死亡率 一般来说 评分15到35分 即死亡率高于15%并低于85%的患者 最适合进入ICU中接受积极的生命支持治疗 当然 在现实情况中 是否选择进ICU 还是远比这些评分要复杂得多 面对残酷的生死考验 ICU里的这些医疗设备 已经展现了今天人类关于延续生命最强大的技术实力 而这期视频里提到的仅仅只是冰山一角 且挡在死神与病人之间的 除了医疗设备 还有ICU里的医护人员 他们所面对的情况 远比我们讲述的更加复杂 和惊心动魄 毕竟 游走于生死之间的ICU里 真正在救人的不是机器 而是人 我是孟兴一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 欢迎转发支持我们 你可以在微博 微信 B站 又TU搜索 回向这 PayPalClip 关注我们 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ICU 可获取本期视频中出现的文件 我们下期节目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